慈濟在印第安全高中举办议诊已经五年 每三个月一次还是有人第一次到来 美乐里一家四口搬到圣伯纳丁诺九个月 常常接到学区电话通知 对于环境不熟悉的他们 终于被诚意电话打动一看究竟 儿子做视力检查时无法专注 美乐里才娓娓到来 儿子一年前心脏骤停 救回一命却伤到大脑和视力 没有保险也没有能力配眼镜 然后感谢他能够看到 他现在能够学习终于学习 没问题 有可能 长期时间没有检查 眼睛远刺很深 所以他刚刚拿一副眼镜的时候 他吓一跳 他说我可以 就很开心 对我来说是很安慰的 因为可以帮助到这些真的需要者 他妈妈还激动地哭了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我觉得你很棒 别让我哭 因为你会让我哭 我可以看到 他们很合适 大家新闻真善美之宫 美国报导 咯